歡迎來到惡鬼TV 我是Simon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幾位 一起來分享鬼故事的朋友 我們等一下每一個人會講述一件鬼故事 那講完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各自手上的蠟燭給吹熄 那如果在過程中 如果你的蠟燭提前熄滅的話 就代表就是 你的聽眾確實有來聽你分享 好 我的故事呢 就是發生在 我小時候 待在國中的時候 然後就是 因為阿公過世了 然後我們台灣都會有說 頭妻親人會回來這件事情 回家之後我就一直覺得 就是在門口會有一個視線看著我 然後我轉過頭的時候 他就是都沒有 都是沒有人的狀態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然後後來我就回我房間之後 我房間的設計是 他是有一個衣櫃 然後衣櫃上面還有一個空間 就躺在床上 就有點睡不太早 心裡怪怪的 雖然就是閉著眼睛 但是就是 我會感覺到 上面好像會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 人頭 然後在我衣櫃的上面 然後就一直在看著我 但我睜開眼睛 又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應該是我阿公 阿公回來了 雖然我覺得阿公有點恐怖 但我就覺得 如果他是我阿公的話 那我覺得也沒有什麼 好聽完阿公的故事以後 那接下來我們換Rosa來分享 好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應該是中秋節 然後我就跟一群朋友約著要去烤肉 然後我們就約到一個朋友家樓下的總體 然後到了就是快收尾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聊天 聊一聊就有人就說 為什麼今天沒有什麼月光阿 然後大家就往上看 然後我就看到很清楚了 有一個人呈現一個差字型 正常來說 不可能會有這種舉動阿 因為他也不是這樣 雙手這樣 撐著他 他不是 他是騰空的 他不是扶著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問朋友說 你們那邊有一個人 你們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說沒有阿 他不是說要看月亮嗎 大家都說沒有看到那個人 然後可是 當下其實我在看到那個 差字型的瞬間 我就聽到我朋友的慘叫 他就阿的一聲 然後我就馬上轉過去 我發現他臉朝地 然後滿臉都是血 然後可是他滿臉是血 這件事情很奇怪的是 因為我們那邊有個鐵鏈 他距離地板大概30公分 他是個180公分的男生 他怎麼會跨不過去 可是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他跨過去的時候 他跌倒 跌倒就算了 他的姿勢是呈現差字型的 他的姿勢是呈現差字型的 然後我們當下就叫救護車 然後把 因為他滿臉都是血 就送醫院 所以有沒有把那位同學 再放到大樓的中間 請他擺出差字型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會不會覺得 你有預言的能力 可是 我當下的想法是說 這個事情是他造成的 對 他的意思可能是覺得說 那個差字型的東西 導致下面有一個 一樣的事情發生 對 嗯 一個投影這樣子 對 OK 那方程有什麼樣的故事要分享 來來來 好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其實是我自己 個人的親身經歷 大約四年前吧 然後我租房子租在文山區 的景美 景美 對景華街 唉唷講得很細喔 景華街喔 他有兩層樓 但是一般的樓中樓是往上 是 他是往下 對那所以 下面大家可想而知就是 一定是沒有什麼採光 然後又比較潮濕 那 搬進去之後呢 最恐怖的事情來了 那 有一次呢 喔 我跟我 女朋友 然後 我們一起在樓下 就是看 看電視 就是用電腦 看劇什麼的 有一次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然後我家旁邊的衣櫃 就自己這樣子 就直接這樣打開 然後我跟我女朋友 繼續看繼續看 然後看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欸 剛剛那衣櫃是不是自己打開 就是 OK 當初在租這個空間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好像鬼遮掩還怎樣 我那地下室那個空間 他明明 他明明就有一根 他有一個類似鐵釘在 牆壁上就對了 對 然後他上面就掛一串佛竹 一直到我住進來好久之後 我才發現 欸那邊怎麼有一條佛竹 這是第一個可怕的地方 第二個是 我剛剛說的衣� 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它非常非常的特別 它只有三面 三面是什麼意思 三面就是 我打開是一面 它旁邊兩面 它正面 臭面那一面是沒有的 你可以想像嗎 等於說它其實只是一個一個 有三面的東西 靠著牆壁 我打開我會看到 裡面就是牆人 但是它其實它擋住的東西 不是一個牆 是一扇門 一扇被silicon封死的門 然後加了鎖 一直到我搬走之後 我都不敢問房東說 那扇門後面到底 有是什麼 對 那這是我的鬼故事 好那我們也希望 這間房子下一任的租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奇怪的經歷 好不好 好 最後輪到我來分享 那我想先問一下這幾位好朋友 大家都有聽過 橄欖樹這首歌嗎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有聽過嗎 它是翻唱一首歌嘛對不對 那今天這個故事 是我在高中 讀單位高中的時候 我是橄欖球的小隊 我們在校隊成立之前 我們的宿舍的位置 旁邊有一個純根女校 那聽說他們以前 就是有一些火災 導致他們那邊 帆船隊的一個 主要建築跟住宿的地方被燒掉 那那個時候聽說 就是有一些人來不及逃生 有過世 那今天講的故事 是在我們宿舍的第一 應該是第二間求室的地方 我們宿舍的一個位子 從大門進去以後 有好幾間 就是這樣隔壁間的那種求室 那裡面就是我們的床 裡面是鐵床上下鋪這樣子 那後面就是直接是 連接像是餐廳的地方 所以那邊會有 他們的燈光進來 那下午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就是 如果你今天 側躺在鐵床上 那個窗戶會有透光進來 但以前的話 聽說後面就是會有 橄欖樹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的分享 聽說以前有一個球隊的學長 他在球技方面很好 所以他有一些女生喜歡他 那後來他有一任的女生 因為喜歡他 然後可能被他其他的行為給激 例如說他跟別的女生走在一起 或是怎麼樣 放棄他 然後他就 那那個床的一個位置 我說過側躺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樹 他就選在他那一間 看得到他的位置 上吊 對 所以那時候開始 只要睡在那個位置 晚上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會聽到 橄欖樹的聲音 就這首歌的旋律 然後學長就會問我講說 你如果聽到這旋律 代表說就是 那個女生 在找這個男生 對 他希望他看到他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 淡江的時候 這首歌是我們球隊的進隔 這首歌 我們早上的時候 是說也不會互相提這首歌嗎 就是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早上 我們起床 球隊早上練習大概都是五點 多六點 早上起來是 大家起床的時候都會放音樂 因為避免就是直接 讓大聲的喊叫 學長起床他會不開心 這樣子 那大部分人就會去 可能去錄一些CD 或什麼樣東西來放 那就是有學弟就是 剛好錄到這首歌 然後被 學長提醒這件事情 就是這首歌是不能放的 對 但這樣這一個傳屬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樣恐怖的經歷 一樣歡迎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幫你分享出來 好不好 如果你還有 不管是資深的經歷 或者是你聽過的比較 駭人的一些鬼故事 歡迎你投稿到我的IG 我們會幫你分享給大家 惡鬼TV我們下一次見 因為這樣 不いい 有 DocumentX Vay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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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